今天主要是針對綜合練習 上個禮拜主要是針對前面這幾個 函數練習 請各位自己把它完成 今天就來看一下綜合練習 綜合練習這一題 我希望得到一個結果 就是把後面三個欄位 這三個欄位的資料 把它串接之後變成一個手機號碼 它的規則基本上就是09開頭 所以假設你的公式需求是需要 開頭是09 然後11 一個減號 然後要3碼 如果不足3碼要補個0 這也比084 一個減的符號 不足3碼補兩個0 當然如果你今天假如要完成這件事 但不是叫你塗法煉鋼 不是說叫你自己再慢慢用眼睛看 09 11 然後1-084 1-007 當然你打一個OK 可是你打兩個你就覺得很累了 再打三個你就覺得 這太不符合 這個實際上 狀況 所以如果假設你在Excel要做這件事 第一個啦你就思考說那我是不是可以先建一個公式 給他 他符合這個公式 你在快點兩下 他其實其他的 這個底下的 手機號碼也會按照 你給他的公式 自動幫你完成 那這裡的話當然要怎麼樣 得到這個公式 那實際上當然 這裡面就需要 想到有關 函數的部分 就是上個禮拜講到的那個 大家這邊有提示 如果我今天需要用 REPT 解決什麼問題 解決重複0的問題 OK 也就是重複幾個0的意思 OK 重複幾個0 然後呢 LEN是什麼 LEN是算裡面有幾個字 那因為裡面一定要有三個字 所以如果LEN 然後我 查一下這裡面有幾個字 兩個字 那也就是說 要補幾個0 所以 那當然有個公式 你可以用3去減 3減掉2 那等於1 14就是補一個0的意思 OK 那我就知道 那這個的話是用3去減 3減掉 裡面有幾個1個字 那裡面 最後得到的結果就等於2 也就補兩個0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 這個公式做出來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那我先 示範一次給各位 第一個的話當然 你要先了解 在那個Esser裡面如何串接公式 那串接的方法 請你把優標先放在14儲存格 然後 然後 在我的習慣是點以免上面的資料編輯列 然後等於 先打個等號 反正你公式的開頭 他一定是等號 這個可能蠻固定的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09 09退位罪你不是直接打09 他是數字 他一定要是文字的話 一定是前雙引號 再一個後雙引號 OK 那就09 但你如果打完09 你打個勾啦 如果你打勾的話 他會把09輸出 有沒有09看到了 意思說 把09放在這個儲存格 所以等號有點是 有點像什麼 把這些資料 放在這個裡面 這個指的是就是這個 OK09 那後面還沒有完 我把它串這個怎麼辦 特別注意 加一個end符號 這個符號就是串接 串接什麼 串接哪個資料 你跟他講說 我要串接 11這個儲存格 你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打 這個儲存格是 F4 你可以打F4 但這比較 我是覺得我比較 不太這樣做 我習慣直接點 比方你點這個F4 他會自動 你點了他 這邊會跳F4 你用打的也可以 你用點的也可以 不過我的習慣點的 好像比較直覺 有沒有 你打勾好了 有沒有0911 然後再來end 再串一個什麼 一個減號 減號一樣是文字 所以 前雙一號 後雙一號 一個減號 然後後雙一號 打勾 0911減 有沒有 你可以一邊做一邊打勾 一邊確認說 你這個OK 那再往後 你不要一下子全部打完 打個勾翻 錯誤不知道錯哪裡 OK 這算公式其實還蠻冗長的 所以 end 然後再來後面比較難的 84 你不能說直接end 如果你end什麼 end這個趨勢的話 他出來會是一個什麼 84 那少一個0怎麼辦 你想說老師那我在這邊補個0可不可以 084 看起來好像OK 可是如果你向下填滿 什麼叫向下填滿 把這個公式 這個儲存格 的右下角有一個黑黑的空點 你游標移上去會黑色10次點兩下 他就會意思就是 把你這個公式 複製到底下 然後會自動幫你 把那個列號加1就對了 OK 那你可以看到 當然這個如果假設是2碼就OK 可是如果3碼你都多補一個0 那變成4碼 那規則就不對了 所以怎麼辦呢 你不能用這個方法 那有什麼方法 當然幾個方法 你可以用邏輯判斷 其實判斷說到底有幾個字 補幾個0 也可以 那或者是說我們之前學過用REPD 那根據 三個字去剪 那公式比較麻煩 所以 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回到 這個剪這邊好了 剪 END後面的話 那後面要重複幾個0 那你可以 再來的話呢 就加一個 串接AND OK AND什麼呢 補幾個0 那後面這一串是這一題最難的 就是 可能我自己打好了 或者你可以插入公式 一般習慣直接打 啊 那你打的話 它會跳那個參考 REPD這邊就有了 你可以把它點兩下 它會幫你補 REPD 前刮壺 那一樣它會提示你說 你請你給我一個 TEST 給我一個你要重複的字 什麼字 我要重複0 有沒有OK 重複什麼字 重複0 豆點 LUMBERTIES 你要重複幾次 重複幾個0 重複幾個0根據什麼 根據這裡面有幾個字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 一定要有三個啦 所以用3去剪 這個地方可能要轉個彎 3剪掉什麼 裡面有幾個字 那我可以打LEN 前刮壺 然後跟他講說 他一樣LEN刮壺 他問你說那你的字在哪裡 字在這裡 幫我算一下這裡面有幾個字 然後後刮壺 他算完之後 這個地方得到應該是2啦 3減掉2 那就補一個0 所以再記得 有前刮壺 就會要有後刮壺 對 所以這個REPD的後刮壺 再補一下 好 那公式就完成了 這個可能比較難的地方在這邊 一般習慣還是自己打一下 打個勾 0補一個0 當你上下填滿的話 你會發現 有沒有 三個字就沒有補0 一個字就補一個0 那後面還沒完成 所以0什麼呢 084 所以後面再AND AND什麼呢 再把這個G4補上 有沒有 這樣就會是 084 向下填碼看一下 看起來好像都3碼了 有沒有 所以用3去減的話 那會是最 應該是最沒問題的 OK 那再來 最後 還有 這個G4 H4 其實它的規則 跟G4規則一模一樣 也是三個字 所以 假設你要再做AND串接的話 其實 基本上就打這一串 基本上 幾乎一模一樣 AND一個減號 然後一樣重複幾個0 然後 3減掉 L1 不過 算的次數 不是 這個是指這裡吧 如果說我這裡的話 那就把 G4改H4 那這邊改H4 就OK 所以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把這一段程式 再複製貼到這邊來 有沒有 複製 貼過來 那你就不用重達 記得要從AND開 因為後面沒有AND AND 然後一個減號 重複幾個0 去算一下 這個H4裡面有幾個字 那你補幾個0 然後 所以有 簡單的方法是 把這個範圍的公式 選起來 然後按右鍵複製一下 或者你按Ctrl C也可以 複製 然後貼上的話 你按右鍵再貼上也可以 或者是Ctrl V 記得 再把H4 選起來之後 再點一下 H4把它蓋過去 或者是這邊 你也可以用改的 這樣改給它 選它 直接打H 也可以啦 H4 這樣的話就OK了 所以我剛剛貼的這一串 從這邊 一直到 這邊有沒有 然後貼過來之後 改一下 H4 打個勾 這樣就OK了 向下填滿 好 那這一串公式 基本上就 完成了 那也就是說如果將來 你假設不管你有 一個 會員 或者是 1萬個會員 或者是 100萬個會員 其實只要把一個公式做完之後 底下就乖乖的 通通按照你的規則 幫你把 手機號碼 給正確顯示 但是如果你不會的話 那就是一個麻煩的事情 說真的啊 突然跟他做多久 現在會員人數都上萬了 那你要做多久才能做完 所以好像前天有個新聞是說 有個員工呢 他每天加班 老闆還把他file掉 老闆file掉他的理由是說 他的專業能力不足 為什麼 其實我在想啊 其實有個原因是為什麼你會一直加班 就是你可能該會的你不會 老闆會認為說你就應該要會函數 會公式 但是你打不出來 你就變 自己在那邊慢慢自己打 那說真的啦 你如果這樣打 光一整天你就打這件事情就好了 你現在事就不用做了 OK 假設你家人 如果你自己是老闆好了 如果請到一個 你每天都做這些事 雖然他很辛苦 他沒有偷懶 而且可能 連喝水上廁所時間都沒有 然後要加班 那問題你會覺得說 請這樣的人 我不如請一個會的就好了 他只要花個一分鐘兩分鐘 事情解決了 跟一個人在那邊 塗髮煉鋼做一整天 我覺得效率比較重要 OK 請各位試一下 這一串公式 那這一串公式很長喔 OK 假如你實在是一下子沒辦法 完全記起來的話 雲端白板上面 也有的參考 所以你們可以雲端白板上面 文字與資料函數的第一個單元 第一個單元 那裡面的話 應該是在第幾頁 文字與資料函數值 這裡應該就有 剛剛打的公式 在第3頁的地方 就這一串 一模一樣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將來你們要培養 要至少啦 我覺得 打這個 公式喔應該算是 使用Excel的應該最基本的能力啦 所以我前面講過啦如果你假設對Excel函數不熟的話 當然不要說你會用Excel OK 那再來的話其實延伸就是說你如果在公式你也 沒辦法 就是很 很熟練的把它直接 打出來的話 當然 也不能說你會用Excel 所以目前Excel最低的限度 就至少你要是函數要熟悉的 那更不要說後面我們這個課程其實要有程式設計的部分 也就是可能要把它變成一連串的那個 程式那當然 會更好啦因為效率一定是 更快 OK 試一下這部分 那如果你假設擔心 剛剛那一串你會有 打錯公式 需要參考的話 那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 的 第三頁 OK雲端白板第三頁試試看 看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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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